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脱离险境 全民替他集气 替他加油 一个阳光男孩在今天一大早跳伞当中竟然酿起这一起意外 所以很多人要问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意外会发生的 好 这是早上六点多钟 从画面当中你看到影片曝光了 当时民众在目击整个过程当中 这是地点在台中的清泉岗 当在执行反空机降的一个跳伞操演时 从1250英尺跳下时所发生的竹腹伞 现在很显然恐怕也没有开启的意外 因为正面直接着地 伤势集中在上半身 他的伤势现在是乐观的 可是一度挥兵指数只有三 现在院方暂时不开刀 会以低温的治疗方式 希望他赶快渡过难关 好 我们看到了 这个伞势在全开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一排的伞势几乎都开了 只有他 到最后他直时坠落 到底为什么为你还原整个真相 因为现在也要全面进行调查 但是我们告诉观众朋友 因为这完全是因应汉光34号演习 在下周即将要登场 所以这几天你可以看到 全台湾各地通通都在做预言 我们的国军有多么辛苦在捍卫我们的国家 捍卫我们的主权 在此同时也看到了汉光的兵推在这两天登场 这是雄三雄二跟雷霆两千 为什么 这是完全在因应 在中国跟台湾现有的兵力非常悬殊 所以汉光34号演习你可以看得出来 新的武器 新的战略跟新的战术 那么国军在捍卫时所承载的压力 因为为什么雄二雄三的这种 那么画面的曝光同时 虽然是兵推 但是他要验证我方 在滨海决胜的三军联合作战的能力 虽然兵推当中再次验证 海军这种机动的通信的雷达车 包括配合雄二雄三的机动发射车 分散在各地的隧道的内部 好 这是一个最新的情势 因为真的 似乎中共告诉我们的是 今年极有可能会武统台湾 我们的国安单位也因应最新的形势 所以国军能够不提高健备吗 可是为什么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景的话 台湾有多少政客根本在含糊其词 哪些政客 台湾话叫做华干中吗 哪些人呢 今天我们为你还原这个大现场 马上听听看 一分手之后全面炮火全开 他轰的是谁呢 轰的是行政院长赖清德 他是柯文哲炮轰 务实台独工作者 根本是个不负责任的说法 柯文哲全面开火的同时 到底传达出他即将走什么样的路线呢 来为您邀请到这几位关键新来宾 坐我右手边 国会观察机机问董事长 姚立明老师 大家好 好 立法委员王定宇 小军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员周一空 大家好 在我左手边 我相信在这段时间 很多人看到他的努力 所有的候选人当中 在参选首都依然打出 中国台北 唯有他认为台湾的主权非常重要 如果台湾的主权不捍卫的话 2350万的民众 你怎么站起来告诉大家 我就是一个国家 如果我们就是一个国家的话 面对中共 全面铺天盖地的文攻武吓 难道我们就是两个膝盖跪下来 求他来对他进行投降吗 这场首都他怎么去打 怎么去因应 来 欢迎姚文志 大家好 在我们现场当中 以及政治评论家 杨诗旧大哥 小军大家平安喜乐 包括了两位非常专业的人士 因应现在最新警示 包括非常遗憾 今天发生这一起意外 那这是资深飞行教官 于浩伟 于大哥 杨语浩 大家好 同时我们看到 他也有非常丰富的散训的经验 前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的散兵少校 肖定强 肖大哥 大家晚安 来 观众一番钟 来看今天这场意外的大现场 因为汉光34号演习 今天在台中的清泉岗基地 进行预演 发生了散兵坠落地面的意外 散兵跳伞 伞花躲躲开 清楚看见第二位跳伞员 他的伞根本没开 呈现自由落体重力加速度 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到 其他人正在缓缓下降 只有他急速坠落 旁边的同袍只能听着他哀嚎 出事的是陆军特战指挥部 勤姓上兵 重伤送医挤救 八卦板上有民众贴出 散兵弟兄的伞不仅没完全打开 而且脚疑似勾到副伞闪成 还原事发当时 这名特战士兵跳出C13动机舱 应该打开了绿色主伞没有开 紧急拉开副伞 却看到白色副伞没吃到风 没完全打开 直接衰落 而且就发生在陆军司令王信龙面前 主伞张伞不完全 副伞吃风不足 所以造成直接落地的情形 就是包含了所有的装备 闪具 还有气候 天候 等等这些因素我们都不排除 根据陆军航特部透露 这名特战上兵有11次跳伞经验 算是老手 却发生散包打不开的意外 副伞受风力可能也不太足 不太足 那导致等于是半张开的状况 比较速度比较高的落地 下个月初就是汉光34号演习 蔡总统还选在清泉岗试倒跳伞 又称为联云超远反激将科目 没想到财预演就发生意外 而停在清泉岗基地的 疑似就是出示上兵搭乘的C13栋 国防部长监督发下令 成立调查小组查明失事原因 好 我们看到画面曝光的画面 我们先从一开始所发生 来 我请教是这个肖大哥 为什么发生这一起意外 这次 从镜头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它的阻伞有打开 但是并没有完全打开 从这个画面 它阻伞有打开 但是没有完全打开 这是大家一字排开 看起来都有打开 它的感觉变成是个小黑点 所以你说它的主伞没有打开 那主伞没有打开 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要拉覆伞吗 对 当伞兵跳下飞机 跳出飞机四秒钟以后 检查四秒钟以后 发现主伞没有完全打开 就要立即拉开覆伞 那它这个赘述 它到这个地方 我们镜头看到 大概有十几秒 所以它表示它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有做拉覆伞的动作 拉覆伞的动作 然后呢 它主伞未开 覆伞那个吃风不足 所以表示它的覆伞有拉 但是吃风不足 是 真正的一个正常状况是怎么样 什么叫做覆伞吃风不足 是什么意思 因为覆伞是在我们人的胸前 前方的腹部地方 当你拉开覆伞以后 覆伞会往前弹开 但是因为它可能落数已经到一半的高度的时候 对 它可能因为没有完全弹出来 或是风能因素 造成它的覆伞没有完全的再承开 是 主伞没有开 拉覆伞的时候 覆伞还是没有敞开 没有敞开 OK 然后呢 但是它的主伞 是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伞距好了 是 是 是 这个很重要 这个叫 这个黄色的 这个叫隐藏带 我们伞兵在飞机上面 是依据这个隐藏带 挂在飞机的钢索 然后当你跳出飞机的时候 隐藏带会把你的主伞整个拉出来 撑出来 撑出来 撑出来以后 那个刚才画面就会变成一个 长条形的 像这边一个长条形的 OK 对 这时候已经撑出来了 撑出来以后它就会吃风 吃风 人因为有赘述 所以吃风 造成伞全部打开 它在隐藏带拉开以后 有把伞全部拉开了 但是它在坠落的时候 它那个伞还黏在一起 就是没有敞开 没有敞开 就是全部纠缠在一起 也不是纠缠 它是伞部跟伞部之间 没有空 没有拉近空气的地方 是 是 是 但它那个其实就是 是 南宝帝你帮我做补充 它没有吃到风 就是它跟伞局之间变真空的状态 你看它有打开 它有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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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是这个 你看它伞一的地方 对 它可能是 是骑士兵的画面吗 对 是骑士兵的画面 OK 它有打开 有打开 有拉出来 没有全开 有拉出来 没有全开 没有全开 对 这个因素有好几个 第一个可能就是 它在伞部互相黏到 因为伞衣它的布料就像我们衣服的内里 外套的内里一样 它是很薄的 因为如果你保管不良的话 或是寿潮的话 它会像我们私人衣服比较不容易撑开 如果寿潮各种因素都有 它就不完全撑开 不完全撑开就会造成 就变成这样子 这样子 是 那我们现在提到 那它 这位它是第十一次跳伞 这个伞兵在伞训的过程中 第十一次算是 应该是 也是合格qualify 才让它进行 这个高难度 对不对 高难度 1250英尺的一个 一个伞跳的训练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意外呢 这里头它在接受 它在碰触到 它的这个配备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是当天一大早吗 还是它事前自己要做哪些配备 谁来帮它check 阻伞 复伞 包括整个装备都是OK 谁来做这个工作 因为我们伞兵 在跳伞的时候 在跳伞之前 完全不 所有伞具是在 保伞年的库房里面 它会 然后到当天要跳伞之前 要登机之前 才去领伞具 所以在 你还没有领到伞具之前 这个伞具的保管责任 不是在个人 是保伞连 对 保伞连在保管 然后我们去领伞 一个个登记 你能拿具伞 哪要登记完 是 是 然后到了机场 到了机场 要登机前才穿上伞衣 穿上伞衣 那等于在做 double check的工作不是它 不是 保伞连帮它做好 对 包括这些伞衣怎么折 怎么放 我们double check只是做 我们那个在 穿伞 有没有那个确实 那个快勾啊 快解勾啊 都有没有确实的扣到定位 那至于伞具 内部伞包里面 对 像刚才第一个画面 就整个伞包里面 是看不见的 看到的这一个 有保伞连 包括它自己去碰触到 它的配备 应该有非常严谨的SOP 到底为什么 你刚刚特别提到说 有可能它有潮湿的问题 保管的问题 我们还是想知道 到底什么原因 会发生这起意外 现在军方说要去调查 调查容易吗 应该如果从 它当时 当天的伞具的话 对 事发当下以后 那个只要去检查 那个伞具 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不是 还是它的神结 刚才看伞具有很多神结 神结有没有打结 这种应该比较少计方 另外就是 有没有过潮 没有撑开 对 因为东西都在现场 今天好像发生 东西都在台中 那个清泉缸的现场 应该可以看得 发现得了 然后再回头再追 这一包伞是谁负责的 好 我想请教 于飞官 这里头有没有刑事责任的问题 比如说他们在进行配备 保伞联 就是一整个团队负责 所有这些伞讯的 他们这些配备吗 还是说我可以以上去追 这个 比如说这个 这个秦士兵 已经找到 他是有当事其中一个人 在负责配备 保伞联的那个负责 责他伞的那个那位士官 士兵已经找到了 负责人找到了 那他有没有什么说辞 到底这里头有没有什么疏失呢 我先帮保伞联讲一句话 保伞联的兵跟士官 他们是一个伞具就是一条命 在做这个事情 他绝对不会潦草去处理伞联 从折伞保养到送到库存 到送出去 然后最后的检视 还有在友军要去接送援救的时候 都是保伞联负责 所以保伞联 谁折的伞谁要签名的 所以这个很容易找到 所以找到的话 目前为止 我刚刚问了国防部次长 整个伞撑不开 吃不到风有很多原因 伞联是其中一个因素 气候 温度 还有操作 都可能是伞聚 吃不到风的原因之一 那现在保伞联那一位 负责这个伞聚的人员 已经到岸 我现在也很难过 但保伞联 我们以前在空军 保伞联不会潦草处理伞聚 因为那个是自己的命 压着别人命在负责任的 所以现在因素 他们还在进行调查 我是建议不一策 那这一位士兵 他不只是训练良好 他的求生意志 跟他的体格相当好 1250英尺 大概楼层是135层楼 这样坠下来 他用了原来的时间 应该超过一分钟 缓慢下来 他用了大概26秒 就掉下来了 是是 那掉在那个CCK 就清泉钢基地旁边的草皮 他一开始是脑干出血 然后内出血 然后现在引流 把血引出来之后 很奇迹是 他从昏迷指数3 马上往上走 我每过一段天去查 他就一直升到7分8分 所以他是独生子 家人跟他的队上的弟兄 都希望他赶快好起来 他明年底下退伍了 所以是不是保散联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还要查证 但是保散联 这一位负责责散的人 已经到案了 是OK 我想请教 你可以帮我们示范一下 小大哥是跳伞经验非常丰富 你有像今天这一位秦士兵 他是第11次的跳伞 您据说有六七十次的跳伞经验 对 像这种战斗跳伞 你可以帮我们示范一下 所谓跳伞的基本的动作是什么 当我们在飞机上穿上伞衣 然后在膝上 然后因为我们伞具都有快捷 隐藏带 我们快要跳伞之前 听到命令 会把隐藏带挂在飞机的钢索上 然后依序排队 然后跳伞出来 跳伞出来 跳伞出来 跳伞出来的话 因为我们伞兵 一直很强调四秒钟 一秒钟 所以我们会有个动作叫姿势 我再示范一下姿势 像我们一般听到口令 姿势 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四秒钟 检查伞 注意四周 准备着陆 这时候注意双脚要并容 因为双脚的所有力气放在双脚 当你着陆的时候才有支撑力 然后来滚翻 利用滚翻 安全着陆 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过程 所以 云飞官 从这起意外当中 您看到什么 小军 包含我们空军来讲的话 我们也是有伞 所以他的伞出来的话 陆军 伞兵 他的伞的用的次数比较多 我们空军伞的话 可能你要跳伞的话 一架飞机也没有了 但是这个伞都有一个 他期限 就跟刚刚定音讲的一样 他的包装来讲的话 他有专人签名 所以这个 这个士官长 他一定会很难过 为什么 他这个人出事 他绝对不是要 他愿意出事 或刻意去害他 但是出了事情的话 他是有心者 所以这个伞我刚刚讲过 他在包完之后 我们外面检查 检查不到 包括我们飞行伞也是一样 我们背在伞 我们没办法检查到外面 但是我们会看 他的有效期间 那说伞兵的话 像我们同学也是这样 他们也一定会检查 他的有效期间 有没有问题 这个因为我们 就说我们在使用的人 可以唯一可以做到的东西 但是我刚刚讲过 那个包伞员 绝对不会刻意 把它扫难包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小英刚才也提到 这个是上兵 他三年只跳了11次伞 对不对 等于说是四个月 可能都还跳不到一次 加上他的第一年 是新兵训练的时候 可能都跳不到 所以他等于说 在不到的三年时间 这个11次伞 我是觉得对一个伞命 你要 而且它是一个作战的伞命 所以是有些落差性 什么样落差性呢 就是说他在危机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空中 我非常小心 八天多少次 我在空中 太多次的时间 事实上人 当你出去 到了另外一个环境 特别是 你不熟悉环境情况下 这种紧急情况 它似乎太少 然后之后 碰到这个紧急情况 它会慌 慌的时候 它再去开伞的时候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可能副伞的伞风不够 所以导致 它的伞没办法冲起来 所以我觉得 当然它伞命一定会有 它的一定标准次数每年 但是我觉得 如果说 现在西洋山洞 飞机的妥善率 也不差 事实上伞兵就要 多加练习的情况下 你才会有这种经验 否则的话 为什么伞兵会多两个伞 因为伞兵它要经常跳伞 它的危险性 绝对比我们飞距很高 像我一辈子的话 我没碰过跳伞 我们腿有碰过 对不对 所以用不到 跳伞的这个情形 但是伞兵来讲 它只要一出机门 就是伞 所以第一个 主伞没给它 打开就跟我们同样 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没开伞的话 检查不对后 再拉副伞 但是如果说 你的训练那么少的次数 11次 导致我刚才讲过 你在不熟悉的环境情况下 你出去以后 人一定会慌 你不要看 玩了一秒两秒钟 它这落地 大概只有十几秒钟 就到地了 我们的人一定会迟疑 不像我们现在讲话 可能一两分过去 你这一迟疑的话 完了 你在开伞的时候 伞风又起不来 所以我觉得的话 这方面的话 国军应该要加强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飞机的话 上直升机也可以做 跳伞的动作 我们的兵力 飞机的兵力绝对够 你让伞兵 一定要加强电力 因为伞兵来讲很辛苦 它的最低跳伞高度 可以到800英尺 因为它在空中的时候 它跟一个鸟一样 敌人是拿枪 就可以把它给击落 但是伞兵到地面上 它的战斗能力是很强的 所以你让它那么少的次数 结果我们的兵员 就损失在空中 就把这个兵员损失到 我是觉得很可惜的 是 所以我想请教 这次高度是1250英尺 那刚刚特别提到 11次做这么高难度 似乎他认为 这个次数是不够的 好 第一个我想请教的是 伞兵这种演训 发生意外的几率 真的很高吗 那以你自己 六七十次的一个 跳伞经验当中 什么时候曾经 你有遇到过 主伞没开 要拉副伞的情形吗 来 伞兵的几率高吗 意外的几率高吗 意外几率不高 不高 对 不高 那以你六七十次的经验 你有遇过 主伞没开吗 我本人在民国 76年的时候碰过一次 碰过一次 对 主伞没开 对 那是什么样的情形 没有 后来检查 那个伞具是 那个伞包跟隐藏袋 之间的棉绳 没有 就是提早断裂 所以出来四秒钟的时候 当我数到四秒钟的时候 我就直接拉副伞 副伞就拉了 直接搭副伞 然后背着主伞 着陆 但是因为拉着副伞 副伞在前面 是 很用力地帮它撑正以后 就是人最往后请 所以是后背着陆 跟主伞一起着陆 是 那种主伞在背后 等于是一个保护垫 所以着陆的时候 没有重大的伤害 给我副伞整个开的 它这一次是 主伞 主伞没开 它的副伞 也没有完全开 所以它的落数相当大 它那个落数 如果说 遇到它这个伤数的话 大概是 大概五六成 六七成都 跳下来 因为我看物理老师说 它的撞击力道 宛如像是被高铁撞到一样 对 那个速度也很大 它最后最低是600公里 600公里 它177公分 体重71公斤 它那个状态掉下来26秒 它说算起来大概是600公里 600公里 我们高铁没有跑那么快 是 我再补充一下 因为我那次很幸运 那时候我是因为当裁判官 所以我没有带装备 你没有带装备 算是轻装 所以我那次很幸运 那这一次他们是演训 那他这一次呢 这一次这个事变 这次演习的话 他在训练之后 他这就不晓得 他有没有带装备 他装备包含他的背包 他的枪支 他的武器 或是他的那个通信器材 那这整个散包在前面 那个重量很重 甚至比你人还重 对 因为带着不同武器重量不一样 会增加这个弱数 是是是 OK 1250英尺 大概400多公尺 400500公尺 400500公尺 而且是100多的车楼 几乎是他比101 135成 135成 比101还要来得高 但他们这个算是低空跳伞 你知道这是因应汉光演习 但是台湾现在所面临的威胁是什么 国军非常辛苦在捍卫我们的国家 你如果看到最近在福建的沿海央视所 播放的一个画面 装甲车 怎么在进行所谓的海训 你也看到我们的国军 在怎么进行因应 可能在2018会解放台湾 武统台湾 国军所承受的压力 发生这样的意外 我们真的觉得非常难过 大家全民帮他集气同时 在看这个VCR 回到现场当中 台湾的政客 可以允许有人含虎其死 走一个中间 被认为是中间路线 这真的是白色的吗 还是道道地地 就是红色呢 你走一个叫做号称是不蓝不绿的白色路线 所以你可能你的生命就死 就是安全 不会有任何的危机 是这样子吗 捍卫我们的主权 是不是所有的台湾民众 应该要自己站起来 自己国家 自己去认定 不是吗 来看 现在为他进集系 就是陆军特战指挥部的三营上兵 他是秦良峰 发生跳伞坠落意外之后 他的志愿意入伍 服役已经三年时间了 事实上 在明年年底应该可以退伍 确实今天一早 在汉光演习的育员过程中 发生重大的意外 他是家中的长子 还有一个妹妹 一家四口住在高雄 他放假 常常回家 十分的孝顺 我们来看 他现在最新状况 也全民替他集气 马上回到新台湾加油 三兵秦良峰 跳伞意外从高空坠地 他的父母赶到医院 着急担忧伤心 秦爸爸一路牵着秦妈妈 秦妈妈担心的不停落泪 因为秦良峰到院前 无呼吸心跳 抢救后一度命危 昏迷指数从三进步到期 他上半身应该是一个 正面的撞击 所以他下巴有明显的 顿挫伤跟擦伤 他因为颈椎 在这种会有过度伸展的伤害 然后颅底有现状的骨折 医院里都是军方人员 蔡茂总长也紧急赶到 全力抢救医治 跳伞坠地的秦良峰 目前对声音有微弱反应 插管送进家户病房 伤势严重 包括颅底骨折出血 脑挫伤 猪网膜下腔出血 皮下气肿 胸骨折 皮脏鞋肿 大腿肿胀 枪势正后裙 第二三腰椎骨折 茂林情人骨跳水 26岁的秦良峰 皮肤有黑 视为热爱户外运动的 阳光大男孩 部军特战指挥部 特三营秦良峰 高雄人 志愿意104年入伍 服役已经3年 108年12月9号退伍 训练跳伞11次 其中在清泉岗就跳了3次 却发生坠落意外 好 全民替他击气 坠地的伞兵秦良峰 他的昏迷指数已经升到了8 11次跳伞经验非常的丰富 不是新手 但是是不是真的经验不够呢 为什么在预演当中 会出现这个重大的意外 在影片曝光的同时 我们告诉观众朋友 是中国的进逼 共机运巴 今天再度飞跃 在台湾海峡的中线 包括了军舰 在礼拜五的时候 接近台湾最近的距离 是30海里 步步进逼的台湾 面临到什么形式 那么国军在捍卫的同时 怎么样去看 所以呢 台湾的政客 容许有模糊的空间吗 听听看 在昨天台北市议会当中 柯文哲 怎么锁定赖清德 全面开火 市长我要讲的是 蔡英文他的两岸论述 是维持现状 他就会讲维持现状 有什么不能讲 赖清德说 他是支持台独 他就在立法院讲 我支持台独 对不对 虽然我根本不同意赖清德 但是他在立法院 他至少是负责任把他的两岸论述讲出来 那请问一下 你为什么不能负责任的把你的两岸论述讲出来 问题在哪里 不然我觉得我们这位国家 马上上就是常在在立法院检验几个问题 这没有检验 我刚刚讲 我尊重 我尊重你的 你要提出你的两岸论述啊 但是 有没有人说把自己心中的一个论述跟路线像佛地魔一样 说这个我不能讲出来 请问一下这是负责任的政治人物吗 柯市长 你走到现在 你的问题 难道不是在路线一直在变 或者是你不能够负责任把你心里的话讲出来吗 我已经讲了 赖清德在立法院去讲他支持台独 我不同意他 但是我尊重他 但是你连讲都不敢讲 不是啊 我说他是不负责任 谁不负责任 你说赖清德不负责任 没有啦 你在这个位置上还是 还是 不是 我倒是跟你讲 我是二八家 我有我的想法 但是你当台北市长 不能把你的想法套在人家头上 我觉得这样不公平 没有错 我也没有要把我的想法放在你的头上啊 我完全没有 我是我尊重的 只是你的 请问一下 你的基调是什么 讲出来啊 为什么那基调你不敢讲呢 没有啦 其实两岸还是要和平相处 在现在一段 越来越紧张 冲突越来越 冲突危险越来越大 然后越来越僵 我是很怕失控 我跟你讲 你讲谁失控啊 局面失控 谁造成的呢 就不要说谁造成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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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 不是你现在你讲这个 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你把你的那个基本论述讲出来啊 对不对 在城市的 在城市的层面你知道 还是 还是有交流 有善意嘛 这个 互信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都讲了四个互信啊 互相认识 互相了解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 最后结果互相量解 其实有时候他要知道说 所以你现在是 你的两岸论述是五个互相 对啊 其实五个互相啊 我也觉得 我也要让对方知道 我们在台湾 我们也不可能 这是不是你的那个新论述 没有啦 五个互相是不是你的新论述 四个互相是2015年嘛 后来到2017我就跟对方讲说 要互相量解一下 大概都是这个原则啊 所以两岸一家亲 从五个字 两岸一家亲变成五个互相 是这样子吗 两岸一家亲还是基调 这没有问题嘛 不然你要一家丑是 你要打一打去是不是 我就没法讲 其实我后来算一算 所以你今天 你今天敢讲出两岸一家亲 五个字了 反正民进党已经 反正跟你分手了 你也敢讲了嘛 没有 我跟你讲 两岸配偶有37万 不要很困难啊 我们的大陆配偶 算是7万 来 姚老师怎么看 刚刚分手 火力全开 锁定赖清德 务实台独工作者 是不负责任 来 姚老师怎么看 赖清德 表达自己一个政治的理想 每一个人政治人物 都可以表达自己政治理想 却被柯批 扭曲事实的 去引申到说 不要让两岸失控哦 不要让两岸一家仇哦 这句话的错误 可批扭曲的错误在于 他觉得台湾有人跟中国做仇 有人去挑起双方的争端 所以两岸一家仇最大的讽刺是什么 就是等一下小菊你要播的 他那个飞机就天天飞过来 然后你就要讲两岸一家仇 然后你就说 我们不能够拿中共当仇人哦 台湾没有任何一个人 把中国当作仇人当作敌人 想要推出一个叫两岸一家仇 可是有人就故意要用 两岸可能不平静 两岸会有战争失控哦 来恐吓台湾人民说 不能够主张任何的理想 这就是最有趣的地方 所以中国一直用武力动后 台湾光讲维持现状就是僵局 可是他要把两岸现在僵局的责任 推给台湾 事实上两岸僵局最大的 两岸僵局现在最大的始作勇者是谁 是中国政府嘛 蔡英文讲了多少次 我们就坐下来谈啊 可是你叫我跪下来谈 不好意思 你叫我跪下来讲九二公 不好意思 我不能讲一个中国啊 因为那这样中华民国到哪里去了呢 或者台湾到哪里去了呢 中华民国如果讲一个中国 中华民国到哪里去 只有那个欺骗自己的人说 讲一个中国 中华民国拥有中国 中国大陆整个地区的人才会相信 其他跨了这个国界没有人会相信 赖清德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 是个很简单的论述 是个很诚实的论述 是表里如意的论述 他没有欺骗任何的人 他没有要挑衅中国 他是被质询 国民党质询 对啊 他没有要挑衅中国 可是中国恶意的谴责赖赖清德 说我飞机飞到台湾来 是因为要对付你赖清德这句话 我飞机飞过来 是要对付你赖清德的台独 这是中国恶意 拿他的武力动和栽赃到赖清德身上 然后呢 磕皮完全一条路线 配合中国的讲法说赖清德 你讲这话不负责任 造成两岸的紧张 是会让局面失控 可是事实上 台湾现在有人要跟中国不和平 有任何一个人 连维持现状说都被打压成这个样子 连维持现状说都被绕台绕成这个样子 维持现状说都被断交 维持现状说都让我们不能进国际组织 维持现状说 他可以在所有国际的场合 民间的场合 他甚至于可以打压我们台湾本土的社团的一个戏剧 他可以不要让他播 让我们台湾有人应和他 那我们就讲仰安一家亲吧 我们来配合他讲 也就是我们要跪下来配合讲九二共事 其他都可以了 你只要承认我是组织 这台湾能够 台湾2300万人能够接受的一个局面吗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 也就是他故意扭转别人的 所以其实所谓中间路线 有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就是不能颠倒是非 人家赖清德讲一句话 你要把它扭转是非 它是表达个人理想 你把它扭转成为挑衅两岸 这个不是中间 这是邪恶 这是蓝绿都要谴责的扭曲 所以我觉得 民进党决定自己提名以后 柯文哲放开来 放开来 就把自己的真面目显露出来 这个说辞怎么跟我前阵子 在播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在立法院咨询的好像 就是啊 难道绿的票要不到之后 可能全面去吸收蓝颖的票吗 这是柯文哲现在的路线吗 我请教的是姚文志 在422很多人因此感动 那感动的背后是看到 你有别于其他参选的人 你所喊出的是 台湾台北 以台湾来讲 维护台湾的主权 维护独立主权 不是台湾民众应该要做的吗 维护一个国家的主权 不是2350万民众都应该做的吗 如果我们的行政院长赖清德 他说我是一个台独工作者 被柯文哲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那依照中国的眼里 2350万人 是不是都是台独工作者 我不知道台湾面临这个形势 你看到 供机今天再度运巴机又出现了 不用说前置的军舰上周五 距离我们只有30海里 请问一下 台湾的政客允许可以含骨及死吗 可以 这样我感觉吗 来 怎么看 其实我先讲一下赖院长 赖院长的办公室 有一个李总统送他的一个词器 上面写诚实自然 我觉得他是在行政院长这个位置上 第一次非常清楚的诚实自然 表达他的政治理念 他一生奋斗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这当然是包括台湾价值的维护 还有台湾主权 怎么样我们共同凝聚国人的意识 他在他的岗位上非常清楚的表达 那我觉得在整个台湾历史发展上 终于在行政院很清楚的表达 这样的一件事情 坦白说他是实践了台湾 这么多年来民主化 我们对主权的坚定的守护 以及民主人权自由 尤其是自由 我们终于 我们终于在那样的一个位置上 非常清楚的表达台湾人民的意志 那这个意志 并不是说不务实的 并不是意识形态的 而是一个我们迂衡我们的国际处境 然后我们努力去追求我的目标 所以其实我在四二游行的时候 我现在穿这件T恤 他是一个直男选手 Devis他给我的启发 因为他把他的Chinese Taipei 他有一天代表Chinese Taipei 他把他脱掉 他自己做了一个台湾 Taipei 我想作为一个 他是规划的台湾人 他喜欢台湾 但是他在国外成长 他看台湾非常的清楚 台湾就是一个国家 那我们过去因为外交的困境 我们被叫做Chinese Taipei 我们才能参加国际的运动赛会 我们才能参加国际组织 这台湾人知道 但是久久我们就忘了 我们忘了其实我们就是 像台北就是台湾 Taipei Devis记得 所以他把他的想法很清楚地表达出来 当然他表达出来以后 据说他就遭到球队 希望他以后不要再这样子做 他前面好像是不知者不罪 但是他的不知者不罪 其实是非常清楚地表达 我们应该要追求的方向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魅于现实 说我们现在就要加入联合国 我们是台湾共和国 不是 我们是知道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 但是我们要保有那样的一个价值跟信念 维护这块土地主权的完整 跟实践我们这里的所有人民共同建筑起来的 这样的一个价值 能不能实现 所以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尤其像首都的市长 他当然要站稳这样的立场 很清楚地告诉大家说 我们要追求的方向是在哪里 那如果不是 这我看到 我看到的其实是一个价值的反复 坦白讲 这个赖院长也不是昨天才讲 也不是这个月才讲 他讲了很久 他在台南也讲 那柯市长不是说 那个讲的不对要举手吗 今天被你说不负责任 而且造成局势非常的紧张 那你怎么当时不举手 奇怪了 奇怪了 你就好像无关红纸的 你在跟台北市无关的 人家中南部要编前瞻基础建设预算的时候 你再举手 那你这个怎么不举手 那又倒过来奇怪 那大家请你把你的台湾价值说清楚的时候 你又说这个不是我的考卷 你又不想几次都不愿意回答 是 那等到民主党要提名的时候 你上电台 结果你出来没三小时 因为有报纸 本来最支持你 跟你站在一起的报纸 狂骂你三篇 结果你马上澄清 而这个澄清 国台办非常清楚的都看到 这很奇怪 是 就是说在价值的错乱当中 我们还看到了另一个 更耐人寻味的一个现象 就是好像距离台湾价值比较远 要脱口而出 要讲出台湾价值 对你来说是困难的 是难以启齿的 那有人真正去很诚实自然的表达 台湾的意识 以及他自己从政的信念的时候 那你说他不负责任 但是呢另外一边 却又看到 却又看到 两岸一家亲底下 你虽然遮遮掩掩掩 但是一被 一被注意到 你背离了那个两岸一家亲的时候 你必须赶快澄清 你必须赶快呼应 然后甚至在整个选举 局势改变的时候 你又立刻调整 其实我们真的看到 看到最严重的是 一个不断的反复 一个不可信任 那坦白讲那个比你刚刚说的 不断感动 是 恐怕又差一几 我今天看到陈晓宜 陈晓宜应该是自由时报 在市政组方面非常优秀的一个召集人 跟媒体人 他 因为为什么 刚刚姚文志这么有 让我想到他今天有一篇特稿 他说呢 其实分手非一日之寒 他提到诚信的问题 还有呢 提到什么 柯文哲常起来选择性的是非 遇到这些问题 要么就怪中央执政 怪小英 怪赖清德 怪民嘴 怪亚斯伯格政 陈晓宜的这篇报道 我觉得是目前为止 一个媒体人当中很精准去看出 事实上 绿营 民进党跟柯文哲分手 非一日之寒 那 问题来了 那么请教的是王定宇 请问一下 柯文哲 还是白色的吗 请问一下 台北市政府的事务 跟两岸一家亲 有什么关系 台北市政府的事务 跟床头草 床尾和 有什么关系 来 王定宇 当我们听到说 两岸的和平 互相在破坏的时候 我们的国君弟兄 为什么要 安关三十四号演习 我们只有保护自己 我们在参加一个 世界卫生大会 健康医疗 不能参加的 只有我们 中国没有被我们挡下来 我们的邦交 我们的国际组织 我们的小朋友 去联合国参观 拿中华民国的护照 连厕所都不能借 是我们被欺负 我们没有开着战斗机 去北京外面 绕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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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叫他们乖一点 我们就限制我们的言论 和中国环球时报 大方确实骂台湾 骂这个骂那个 然后他们的将领 动作就是中间切进 两边扫荡 然后几天就完成了 把台湾扫掉了 我们台湾什么时候 有人讲过这个话 我们的国军建军 也是重臣防御啊 所以当你讲到说 你们两个在打架 不要打了 看起来好公正 柯文哲这个讲法 会让你以为他很公正 其实那个叫虚伪 伪善 而且没有讲出实话 从头到尾 两千三百万人 不管你信仰的是 中华民国或台湾 我们真的就住在这里 这一群人在我们的 这块土地上生活 政治宗教信仰 纵使有不同 可是我们面对中国的 欺负跟打压都一样 我们没有修理过他 我们没有告诉中国 那抗日神剧 你怎么把那个抗日 好像都你们家打的 那蒋介石的部队 好像都没打过这样一样 他们的言论 我们没有去限制过他 我们在那边播一个 实际的剧 而且是根据死时 一个90月阿嬷志工的故事 不行 你不能播 GAP的那个地图 要把台湾画进去 不行 收起来销毁 所以当他在中国 讲过一样的话 现在呢 民主党要提名的 他又讲一样的话说 你看看两个这样子 Calm calm down calm down 和平冷静下来 这不叫和事老 这叫伪善 从头到尾台湾 没有欺负过中国 我们只有被包围 被恐吓 不断的自我防卫 然后再来 好像在升高态势 是因为赖清德说了 务实台独工作者 以最近在全州外海的 实弹射击 那个七四高炮团 那是在一月份 二月份就进驻 而且是一个营级不当 营级单位的石炮测试 那一年不知道要打几次 关赖清德讲当话什么事 根本时间有错字了 而远海长迅 绕着台湾西出 西太平洋 2013就开始了 怎么会跟赖清德 讲台独务实工作者有关系呢 中国在砍脱 你这边也跟着砍脱 好 你要把赖清德硬扯下去 你也不要学国民党的委员 都不用功嘛 你先看看 赖清德的务实台独工作者 到底讲什么 现在看电视的人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他到底讲什么 你们有没有人知道 他务实台独工作者 只有三句话 第一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不必另外再宣布台湾独立 是 第二 台湾前途是2300万人决定 第三 我当任行政院长的工作 就是发展经济 壮大台湾 让国人选择台湾 支持台湾 这就是我务实的地方 这三段哪里讲的不对 那这三段 两千三百万民众 不是都是台独工作者 连口说起来 台独工作者呢 我们用中国的 反分裂法标准来讲 主张中华民国 台独工作者 反分裂法要办 主张台独 反分裂法要办 主张维持现状 不跟你和平 也是反分裂法 只有几桶 台湾大概只有张安乐 那一群大概没事而已 我们这里全部都是 所以当柯文哲 用一个话术 好像合适了 讲得好像很公正的时候 他却悄悄地 站在三%那边 在质疑97%的人 所以我是觉得 一个聪明的 一个务实的外科医生 应该要确认 那个病真病状 在讲话比较好吧 然后最后我要讲的是 现在我们在台湾这里 选举每个人 都有不同的主张 今天蔡英文总统 讲了一句话说 你明知道为什么 你让柯文哲 他回过头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我们选举到底是为了什么 今天我们三个参选 选举是为什么 就是每一个人有所不同 我用我的主张跟信念 诚实地让选民知道 他去选择 他愿意让你 吃他的头肉 服务四年 你去做 如果两个人明显的不同 还可以和在一起 让你选择 这不叫民主选举 那柯文哲的不同 从他一旦民进党 决定要提名了 他设定的战场 就是往赖清德 两岸一家亲开始讲 我先不讲到不诚实 就设定的战场 大概就这一块了 所以我必须要提醒 柯文哲说 你好好看一下 人家务实态度 工作的捨是什么 你也不要以为 民进党就要提名 赖清德跟你选市长 他其实淘汰里面 想的是这一块 就像他去年 没钱没钱 你在台北当市长 高雄关你什么事 高雄财政有问题 我们南部听得很气 我们南部展大的人 我们缴的税一样多 重大工程建设 都没有我们的份 我们要杯子 PM2.5的污染 然后火力发电厂 北部还可以炒一炒 炒那个超超发电机组 我们南部都是 雅界 雅林界发电机组 然后还会再说 你看你们就是穷 你看你们人是负债 我们什么都没有 拼命的缴税 然后分配下来的比例 又很低 所以他去年 为什么没事要讲这个 因为他以为 陈菊要跟他选市长 他现在为什么 民进党决定要提名 他第一时间 就设定要打赖清德 他以为赖清德 要跟选市长 其他理由 这些靠 都任时变的 而台北市的年轻人 多数是天然独 你不管他叫华独 台独 不管 他认为台湾不属于 中国的一部分 我相信我们这里 不管政治主张 是什么颜色的 我不认为台湾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当这样子的主张 面对一个 两岸一家亲 命运共同体 然后各打50大阪的 市长的时候 我真的相信 台北的年轻人 他的判断 会跟柯文哲不一样 是 所以来 康国姐 我想请教 和平的两岸交流 一定要跟中国 眉来眼去吗 你观察 柯文哲现在 到底在走什么路线 他在走 深蓝路线 目的当然是要抢国民党的 蓝营的票 我觉得他的战略上是十分错误的 他昨天在市议会这个打询的结果 应该让民进党内的抵让派 非常的汗颜 因为在昨天早上 民进党做成不理让 柯文哲要自提人选的决定之前 民进党内还有少数人 透过放话 透过公开的评论 认为应该离让给柯文哲 可是他下午在市议会这个打询 完全就揭露了他的那种 刚才姚老师所说的 他那种邪道的 扭曲事实的 而且歪曲议题的核心的本质 那也就是让 昨天民进党选对会跟中常会 决定自提人选这件事情 立刻在一夜之间 得到了至少民进党支持者 跟绿营支持者的掌声 才发现原来我们做的是对的 那柯文哲在这对话当中 觉得很错的事 其实这位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 不是要他评论赖清德 不是要他评论说赖清德的那个说法 是负责任还是不负责任 他只是说人家别人都可以讲 人家蔡英文讲了 赖清德讲了 那你为什么不敢讲 结果他就在一团 人家这个议事议员 很清楚的逻辑之下 他突然听到赖清德 台独务实工作者 他立刻就说是不负责任 我觉得他这个 原来王鸿威 真正不是要让他去 拼断赖清德 他不是 他是假表态 而且王鸿威是让他表态两岸一家亲 那他又说他是基调 两岸一家亲是基调 你又说两岸会失控 那两岸一家亲又要失控 失控的是对岸的飞机绕台 是航空母舰在地上 每天的这个骂我们 那到底失控的对象是谁呢 你这种扭曲事实的做法 你以为网络上的那些网友们都是白痴吗 他让这个议题开始被大家检验 开始被大家认识 就会发现原来造成失控的 不是蔡英文啊 也不是台湾人啊 当然也不是尼克文哲 是老共啊 那如果是老共的话 那你讲两岸一家亲的基调是什么呢 基调的前提是两岸和平啊 基调的前提是两岸不失控啊 所以光是这样的一个前言后语 你就显示出他对这个议题 毫无思考的推理能力 而且也没有忠诚的信仰 他只不过就是要达到自己 听到赖清德的这个话 他可能要这个来用某种方式来打击 或者说负面化赖清德 可是他的做法 凭良心讲了 那个完全是失去了 他这个在选举战略上的 某种程度的计划也 我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这个话会让绿营的跟范绿的 散自于潜绿潜蓝的人集结 因为刚才定义说了 赖清德说的话 跟马英九说的话 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异 我的意思就是在 马英九想选2008年总统的时候 马英九在1998年 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有李谦总统把他拉起手来 说他是新台湾人 喝台湾水 吃台湾米 2008年的时候 对 这个马英九还曾经开记者会 批判过这个温家宝当时的总理 对于新疆的镇压 那他那个时候讲的是什么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然后这个名字叫中华民国 不必宣布独立 赖清德的这个说法 前途有2300万人决定 这都一样 那赖清德的这个说法 就是天然独 生下来的时候的一贯的信仰 就是现在的中间选民 中道力量 白色力量的信仰 那在他们所释出的讯息 说中研院最近有一个报告 说很多人 这个是属于中间选民 那他们对两岸的看法 不就是麦清德的 这个主张的看法吗 所以 所有中间选民 是没有国家的概念 中间选民是认为 没有国家主权的概念 中间选民大部分的人 认识维持现状 但是这个国家叫中华民国 你去问中间选民 他要支持这个宣布独立 或是支持统一 一定是少数要少 而且几乎可以说是零 这才叫中间选民 这也就是蔡英文总统 维持现状说能够当选总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那柯文哲自以为他用这样的批判 他可以去拥抱深蓝的选民吗 我觉得他真是愚蠢至极 我自己是出生于一个蓝营的家庭 蓝营的人士对于国民党这个标志的认同在选举的时候 通常还大于绿营的人士 那柯文哲他向蓝营靠拢 他去跟国民党争选票的结果 会让绿营的这个板块 从基本盘的25% 30% 继续的往中间靠拢 那我觉得这是民进党 跟民进党的提名人 未来应该努力的